Hello大家好,我是华首宇泽 那么在前几期我们巫师滑行的教学内容中呢 给大家更新的是我们巫师滑行的基础入门动作 双脚转三,单脚转三以及X转 在学习完以上内容之后呢 我们就迎来了巫师进阶的动作练习 这一期给大家更新的教学是LeonS 也是巫师滑行里边最经典的动作之一 很多大佬呢都喜欢的一个动作 他们也会在更多的街区地形中呢去融入进去 那么练习这个动作之前呢 我们的正向和背向的单脚内刃转三呢 要足够熟练 首先我们可以先通过一些辅助练习 在单脚内刃转三结束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另外一只脚前轮点地去借一下力 顺势把我们的单脚内刃转三呢做出来 接下来在熟悉了这个感觉之后 我们可以先慢速的小幅度去尝试一下 做一个完整的LeonS 那么如果想做一个完美的LeonS 我们走轮幅度呢就一定要够大才可以 这个时候我们做动作之前呢 可以先抬一下扶腿提前接力 要注意我们在做第一个单脚内刃转三时候的发力 避免发力过大导致改变滑行方向 这个时候我们的头不需要做过多的转动 我们上半身的重心呢尽量保持不变 眼睛始终看向滑行方向 同时也要注意我们的另外一只脚是不可以放下去的 这个比较考验我们倒滑的基础 这里呢插入一个小的倒滑技巧 很多人在练无师滑行的时候发现倒滑也很重要 但是呢自己的倒滑基础不是特别好 所以简单的说一下倒滑的要点 就是我们的肩膀一定要转够角度 我们的头呢也要完全转过去 只有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倒滑姿态 脚位呢自然前后分开 膝盖微曲保持我们的肩膀始终跟侧面是平行的 同时也可以多练习一下倒滑压刃拐弯 压刃幅度越大 后期对巫师的动作练习帮助也就越大 在你能做完前半段动作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在外刃滑行的时候 用我们的腰部二次发力顺势变成内刃单脚转三 那么通过后期不断的练习呢 也可以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之上融入进去更多的其他动作 以及地形提高整体的一个观赏性 OK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